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国中云号驱逐舰 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过航台湾海峡提问 有外媒称 美军方官员表示 中国军舰以不安全的方式 靠近了美国驱逐舰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回应中强调 美方姿势挑衅在前 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 完全合理合法 安全专业 温文斌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已经就此做出回应 大家可以查阅 我要强调的是 事实真相是美方姿势挑衅在前 中方依法依规处置在后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 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 是应对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措 完全合理合法 安全专业 发布会上 官文斌也引用了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时 对相关问题做出的回应 中方代表表示 他想向大家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美方这些官员所提到的 所谓的不安全不专业的这些事件 为什么都是发生在中国的领空和领海附近 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 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胡安斌也在回应中再次强调 中国军队是依法依规开展海空现场应对 而此次应当深刻反思检讨的 纠正错误行进的是美方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在台海地区制造事端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 和平稳定 索条市记者北京报道